何男人是非诈的啊 你们一人才是非诈的 你知道吗 别人就是非诈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八九 今天暑假期间 中共不是在炒作日本飞随吗 那当时有个中国网红啊 就在日本别人的店里面 到处拍摄对吧 然后痛骂日本 启示中国 那最近啊 这位中国网红又找到了一家日本的餐厅啊 外面大剌剌的写着 不欢迎中国人与韩国人入内用餐 结果这位中国网红啊 进去呛老板 被老板回呛 你们让我感觉到恶心啊 结果这位中国网红当场报警 日本警方到场之后啊 告知警察没有强制力去限制这个店家 反而是你不能去骚扰这个店家 那我偶尔会在网路上看一些 讲解美国执法的频道 那我记得有一个影片是这样子啊 一对情侣到一家商店去购买东西 那个商店的经理啊 误以为那个男子是这个通气犯 之前犯 以前来过这家店 透过东西结果就报警了 警察把这个疑似嫌犯的男子带走 当然啦 最后是误会一场啊 男子被抓走之后 女生跑去找经理理论 因为我男朋友就不是啊 然后警察告诉这个女子说 你现在立刻必须离开这家商店 女子说为什么 我来这边消费不行吗 我犯了什么法 你要求我离开 警察告诉这个女子说 店家有权力要求你离开 而且不用给理由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吧 这是一个日本的中餐馆 刚才门口写的一个纸条啊 中国人进植株内 然后这下面的韩语写的是 韩国人也进植株内啊 不知道这个电影什么意思啊 我们进去问问啊 等等 这是什么呢 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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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省の本面に聞いてください 什么呢 什么呢 这个店とトラブルがあって 今折り出されたんですよ 中国人を入店禁止って言うと 可笑 警察官来てもらって 这边ですね これに行こう 一応日本なんですよ これ本人ですね これ本人ですね これヘイトスピッチですね 許さないんですよ はっきり書いてあるんですよ こう言うね 国庭の方を入店禁止する という事に関して自体はですね 警察の方で これはあの 店側に いやあの あの この方を入れまして 正当化 een理由 Stella Johnny bola它們女神 gleich vood Per 有 我々に強制力がないのはご理解ください あくまでも相手の方はこういうことを教えています ということを伝えるもので それに対してどうしますかどうしますか というのを我々まで強制する必要はできません 皆さんが行き出しの質問に関しては 全然お伝えしましたので ご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あとは何かご考えてください あかさないの それに関しては お店の方に関しては そういうことは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をしちゃったので あかさないの ここの場に関しては これは国際問題に起こします 今年中国と韓国の観光客数木額が何万人に来たのか分かるん これは何か分かるのか 分かるのですか 1500万人ですよ これは問題になるのですよ 明らかに違法なんでしょ それ申し上げないのか ここにずっと行ってもらないと ここから離れていただきたいというのも そういうことですかね お店の方に関してくると お店の近くしてください 先說好 我對这种標語我個人是非常反对 跟这个店家的做法我也是很反对的 但是啊在日本的法律里面 并没有明确的规范他的定义是什么啦 警察也没有强制力呢你奈他何 不然你去告告看嘛对吧 只能这样嘛 告不告的你先告了再说吧对吧 所以你先去做提告这个动作 那再来要不要先看看你中国各地这种标语存在多久了 多久了 什么禁止日本人入内用餐啊反日标语 这不是最近的事情耶 10年前20年前甚至30年前就有了 你们怎么不回中国去教训一下自己的这个同胞啊 你看这种标语在中国存在了十几二十年 你有看过日本人去写这种标语的中国餐厅里面 那我是去理论吗 基本上没有吧对吧没有看到吧 对吧很简单嘛正常的就是哦看到了 心里不好的时候那我就不要去吃啊不然呢 又不是说今天你今天用餐到一半 然后消费已经完成对吧 他突然要你滚 如果是这样那另当别论嘛 那日本的警察做法依法行政嘛 仅仅是拒绝中国人入内啊 并没有对你造成什么生命或是财产上的威胁 也没有针对你个人去做人身攻击 你想一下今天在中国好 你可以跟公安这样理论吗 还让你拍啊 你早就被寻寻知识罪了啦 我们看到多少维权在那边拍啊 最后都是被打江山对吧 老子就是法嘛 之前我还分享过一条影片啊 这个中国的员工去老板的店门口抗议 要求这个老板把欠一年的薪水都还给他 结果老板还找警察来 警察说员工是恶意讨薪 要把他抓走 警察也说啊 你去找这个申诉单位啊 问题是申诉单位跟你们中国公安是一样的 帮老板善意欠薪的啊 大白随便破门闯你家啊 随便把你家社区特色管理起来 用舔丝网圈起来 称称家嘛 这是你喜欢的依法行政嘛 想一下十几二十年前啊 欧美日韩这些国家 都很欢迎中共国大 结果现在短短三四年 许多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明显下降 甚至有些国家转为对中国是有负面印象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要不要想想看 你们老是说台湾在制造对立 那为什么不是台湾在国际上被讨厌 反而是你中共国被围堵被讨厌 你们会喜欢一个成年咄咄逼人 动不动就战狼啊 说话不好说话 天天居告临下的态度 爱去别人的地盘又嫌别人家破烂 你们会喜欢这样的一个伴侣 或是朋友 甚至同事跟上司吗 最大的原因就是你们家圣上的倒行逆施嘛 再加上一堆粉红 在这三四年期间各种的出征他国 什么印度啊 泰国啊 日韩啊 欧美啊 台湾 再讲难听一点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在罗马的一家中餐馆啊 当天就遇到中国奥克 他还抢老板 是不是中国人 对吧 这部影片我有分享 那个老板的观点我也有分享 你们可以回去看一下这部 我这边就不追溯了 所以你们不要说什么 日本人怎么在讨厌我们 在歧视我们啊 连很多中国人自己都在讨厌自己啊 你看欧美日我去那么多国家 我这次也见了一些中国人 美国也见了很多 日本也见了很多 有一个共同的点是 他们宁愿跟外面的人好 他们宁愿去找外国人 去找台湾人 去找什么马来西亚人好 他们也不太愿意跟自己的同胞太好 为什么 因为老乡见老乡背后开一枪 他们也明白这个道理 而且通常啊 骂追凶的不是什么 台湾人啊香港人啊日本啊美国人 是你们自己人吗 自己人最凶啊 只是你们没有看到 因为你们接触的可能比较少吧 所以我建议老板应该要写啊 禁止小粉红思想或是共产思想入内 因为根据这个所谓的联合国 消除一切心事种族公约的这个条款 是禁止针对种族或是国籍的 但小粉红思想跟共产思想 但小粉红思想它不是特定国籍或是种族层面对吧 难道世界上有小粉红族吗 他可能是跟什么高鲁民族啊日耳曼民族啊 什么斯拉夫民族一样的这种民族啊 并不是吧 而小粉红通常就已经带有对啊 欧美日韩台湾那种负面的印象或是敌意的思想存在 所以你不能拿着这种启示去打别人为什么在反启示你 如果是禁止小粉红思想或是共产思想的人入内 这属于启示的话 那波兰这么做就不对了嘛 在波兰是禁止宣传共产思想的啊 所以先问一下小粉红 你们是不是共产思想的接班人 是不是拥护共产党的支持者 是吧 你们不可否认吧 甚至有些小粉红还入党啊 如果你否认的话 你现在在爱党你在爱什么 你在拥护谁 根据这条公约啊 中共国政府依然带头启示美国跟日本多年 所以先请叫你家的政府遵守公约再说号 而你们啊 更荒唐 你们是政府带头呀 能一样吗 前几天啊 在中国还有一个计程车上面贴的禁止日本人搭乘 那这个事后被日本人发在网路上 人家当场也没跟司机吵架理论嘛 所以我在想啊 有没有可能所有的反日标语都被日本人打电话报警 就像你们那个河废水一样 一直打电话去骚了 对吧 甚至住在中国的日本人也可以打电话请公安 哎 你看那家店写这个标语好 请问一下 日本人这么做了 那这位中国网棚啊 你认为公安会要求中国店家下架这种标语啊 我相信你心照不宣吧 之前啊 大连盖了一条日本风情街 应该两年前左右差不多吧 结果才短短几周就被强制关停了 这算不算反日呢 砸日本车这算不算反日呢 安倍晋三S的时候 哇全中国这算不算反日呢 来马上带大家来看一个反例 最近中国艺人杨成岭啊 在郑州开演唱会的时候就说 河南人不可以这样子啦 你们有一些名声你知道了吧 爱骗人的事情啊 河南人不可以这样子啊 你们一定能看成分耶 你知道吗 骗人的事情 这就是中国其他省份的人 针对河南人长期的地域黑 那十个河南九个骗 总部设在筑马店 对吧 这很经典的老标语啦 当然啦这个事情啊 引发了河南人的不满 其实啊你们河南人可以去做一件事情啊 就可以洗刷掉这个多年以来的标签了 河南人口将近九千多万 快一亿啦 你们只要出动哪怕一千万 也不要那么多了 五百万就好了 一百万也可以 你去帮助河南村镇银行的这些人啊 这些事件啊 让这些人的钱啊 可以被拿回来取得公道 我告诉你啊 从此以后没有这个标语 河南人竟然会帮其他省份的民众啊 对抗中国政府去对抗这个银行阶层 资本家阶层 把钱拿回来了 从此以后没这个标语 当然这是天方夜谭啦 而中国艺人杨成林随后在微博上道歉 不过河南政府的电话啊 依然被这些爱国民众给打爆 都是来投诉杨成林的 而河南政府表示啊 已经把这件事情啊 转接到相关的部门来处理了 已经在介入调查了 有处理结果的话 会第一时间公布 反正我只能说啊 这些人啊 求垂得垂 毕竟中国的海鲜呢 还是非常的美味 好吃鲜美啦 科技欲很活 今天影片到这里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不论记得一定要帮我封锁 我是SPA的小小姐见 拜拜